周将军也是好意 这次算了吧 不行 半夜惊度了窦美人和戴王 是末将的罪过 请戴王之罪 那好 你自己去叶庭见 领二十板子 诺 本王爷不能为自己开脱 只是周将军来找本王的时候 本王心里的确有过怀疑 毕竟你们也是从汉宫里来的 稍有一点点差错 然后 待过就没有了 臣妾明白 臣妾不会生戴王的气 只希望戴王 以后不要再怀疑臣妾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来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我把地图 换成家书 你要弄清楚 我不是为了你 我是为了尊儿的 不要拿这个告诉窦一方 要他好好地对尊儿 好好地把他抚养成人 你明明知道 那地图根本就不是真的 那根本就不是真的陵墓地图 那又能证明什么呢 那只能说明窦一方她很聪明 她知道 做太皇太后的戏作 不如做戴王的女人 美人不是这种人 她是真心爱戴王的 真心 对一个戏作来说真心 对一个戏作来说真心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你回去告诉窦一方 不管她的心向谁 我手上那份假地图 至少可以证明你一件事 那就是你们跟汉宫有牵连 如果这件事 让太后和戴王知道了 窦一方她有十张嘴 她也说不清楚 所以 如果她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就必须好好地对尊儿 就让这秘密 成为永远的秘密 你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听得非常非常地清楚 至于太皇太后那边 我会弄分假的地图过去 那毕竟 对大国有意 我本来以为 这药能够治你的伤 可是我错了 你的伤 已经太严重太严重了 怕什么都治不好了 这个故事做的好啊 我们有了这个地图 准备了 就算代国有什么风吹草动 哀家都不会怕了 侄儿就说嘛 这陵墓里面一定有蹊跷 行了 不要给你的脸上贴金了 什么时候 把你的军师带来 哀家瞧瞧呀 军师 哪有什么军师啊 你以为 你这脑袋瓜子 一夜之间就变得聪明起来了 他是谁呀 他也是个隐士高人 来我隐去无踪的 侄儿也很少见到他 高人好啊 有高人指点 不过你以后 也要学聪明起来 不然我们吕家 真是没什么希望了 知道了 姑母 侄儿一定争气 你呀 还真是傻人有傻福 去吧 下面领赏去 谢姑母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不好了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 皇上不见了 皇上不见了 还不快去找啊 诺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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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 哪兒來的小孩啊 這是你能亂動的嗎 說什麼 魚